这是荷姆的清晨 一大早观景台已经聚集了很多游客 大家都在等待日出 在等待日出 河沫的风景很美 秋天成岭进来 西水长长 游览河沫 可以骑马或者徒步去美丽峰 一路的风景非常漂亮 游览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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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览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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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这个是数据线 这个就是遥控器全新的 他寄过来的时候 这个都还贴着 所以都没有用过 这个就是无人机的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全新的都没有拆封 而且如果这个要买的话 还要花一两百块钱 所以我要打电话问他 是不是他搞错了 因为叔叔年纪大了 我怕他弄错了 如果是他记错了 我就给他游回去 我已经给刘叔叔打电话了 问他是不是把那个充电器寄给我 是不是搞错 寄错了 他说他有一个充电器 可以充好几块电池 所以那个充电器他也用不到 就送给我了 还让我好好拍照 真的太感谢了 出门遇到贵人 现在呢 这个是我住的地方的大厅 遇到一位来自广东的大哥 哈喽 等一下呢 我们就一块去五彩探 他坐我车顺便一块去 然后今天天气非常好 前两天布尔京的天气呢 都是又冷又阴天 还挂大风 今天太阳出来了 超级好的天气 看看窗外就知道了 其实我觉得布尔京 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 然后这边风景其实挺美的 但是很多人来呢 都会住一晚就走了 冲冲而过 然后就去了和莫喀拉斯 都不会在这边停留 但是我觉得这个店 真的很适合多待两日 体验一张地的这种 俄罗斯风情 抑郁风情 抑郁风情